斯巴鲁小公主的复古版 就特别萌 特别精致 K-Car 然后机械增压 加四驱加首档 GDM键盘值拉满 95年的老车实现远程启动 还有氛围灯的这车 这声浪太像笑面了 拉高转试试 65000 低头一看65 我到你这了 给我开门 看看它有什么新鲜玩意儿 来啦 白老师 我这什么那么大动静 这车有点意思 看我来一个躺在那儿 偷的公主车 来 我来调头 可以啊 带你逛逛 工作室 走 咱们先坐会儿 看看我这个第一件奏品 杰达 这绿毛座以我手 我们节目还没发布 然后它有一些特别的功能 然后这边是个冰箱 然后那边到时候 可以看我的抖音揭晓答案 是吗 咋样 黄杰达 让我想起当年北京银剑出租公司 对 你就把你那血血龙拉过来 我给你做一个 哎呦 这边是我们那个工具墙 然后这是还没做完那个东西 你猜是什么放松机 不是威霸是吧 不是威霸 就四缸 四缸 真门 双吐轮轴 双吐轮 杰达王的吧 对 二十丸 五伏杰达 OK 能转的 这行 那你这时候还加点机油 我没事 要不拉缸了 这拉缸你熟 这车能看出啥吗 这是平成三剑客之一 本田Beat 可以 这个车最厉害的是 之前它还是在验车的 有手续的 这个看起来惨一点 但是未来咱们可以给它改成一个电动 期待你能把它搞成什么样 你这有没有什么能开的车 就是改完的 有手续的改完的 对 因为我们的节目的规矩是 这一期节目得有一完整的车 能把它说明白 这才算一集才能发出去 看那个吧 这是老车 这可以 是吧 这是斯巴鲁小公主的复古版 就这个是正经带牌的 有手续 这张复古脸是你买套件改的 还是原遮 就这样 这个在行事本上 就是这套脸 那可以 国内挺少见的 大部分都是改的 对 其实这个开出去好多人觉得是老迷你 但是它其实不是 其实这个车什么背景呢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1992年到1999年的斯巴鲁的Vivio 这个车是当时的斯巴鲁的Kcar 对 正经的Kcar 它的整个尺寸是低于3米4 宽度是低于1米5 排量也是低于660的 非常小的轿车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比奥拓跟云雀 还是有区别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更熟悉的这些兄弟车 奥拓也是同样形制的 只不过林木公司出的 然后云雀呢 就是他爸 就是他的上一代 对 云雀那代更老 80年代了 这个是下一代 这是92年到99年的 然后这一代呢 当时他出了一个特殊版本 就是咱们就是看 就是Bistro 对 Bistro 翻译过来叫小酒馆版 这个是致敬了1954年 当时斯巴鲁的一个1500那车 这车当时没出 这虽然这个车是90年代的 但是它致敬的可能要更老一些 对 就可见 其实我们今天 中国汽车工业想到的一些玩法 30年前 其实日本就玩过了 今天你看长城出的那些什么圆梦 对 这也是那个 想有点复古风 包括我们去年拍过的 那个50红光mini EV 改的这种脸 耗筒灯 但是你说就是 现在咱们聊到复古 跟二三十年前聊到的复古 它复的那个鼓 怎么都是这个造型 对 因为我觉得这种经典的 镀刻灯圈的这种圆灯的设计 就特别萌 特别精致 其实当时我买的时候 就是它这个中网 它有好几种形式 就是外框它是一样的 有的是竖条 对 我见过竖条 是吧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 更符合我的审美一点 零行的 零行的 其实不知道485 1500这码事 大部分人觉得这是复刻的mini 对 你加上你这个架 对 mini是吧 其实白老师就复原了一下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然后底下这个灯是我后换的 就这个灯原来是白色的 然后从日本订个件 然后换成这个黄色的 就这样看 而且这个保险杠 加一小环 这也特效mini 对 然后他们还有在这做那种小器杆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但是目前还没买到货 很有意思 这小事 这轮子是你改的吧 这么大个 对 其实现在这个轮子当时是12寸的 原厂 然后我想把它改大一点 我问了一些玩北斗星玩奥拓的朋友 他们说你就放心 你就改15寸 结果改完了之后 一梯值怎么着都调不对 有点大越野版 对 因为商人车主改了一个脚牙 然后一梯如果往里去的话 就正好就蹭脚牙 所以就轮毂这有点尴尬目前 这个灯圈也是原厂的吗 对 原来是白的 然后我从日本买的这个黄灯的 跟前面有一个呼应 这个挺mini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小车的侧面 你就看出比例来了 实际上车仓特别大 车特别小 就尽可能皮薄线大 当时安全法规也没那么多 就是尽可能的侧面竖直都竖直 然后把空间全让给车内 对 这车应该也就三米左右吧 对 但是 全给车内了 对 之前我坐这个车后排 我感觉还可以 对 就还是有腿部空间的 包括头部空间也都还可以 这后围也挺复古的 两个圆灯 带镀铬圈的 然后镀铬帮一个 带一个这种 这其实致敬的是 50年代老车那防撞块 其实它不应该在这 应该在这 当年那老mini什么在外面 对 它是防撞用的 它这就致敬了一下 对 就其实没有那个作用 但是 样子还能看 这个是后改子 就是一个小的一个货架 就这个复古 尤其从后尾看 就是一个卖萌版复古 对 就老爷车的那个萌萌的 那个劲儿 它给它弄出来了 对 加了一些镀铬的元素 我这块 当时我也想着 这个货架是不是要放在中间 但是左想右想 可能放在这更萌一点 这更可爱一点 就这个车 我觉得在当年最有意思的是 它看起来像一个小的买菜车 但实际上它的内核特别有乐趣 我带你看一下 打开机箱看看 这还有一进气口 一看就不一般 当然也有可能跟奥拓那人讲了 如假包换 大家看一下 在中间 侧面 一楼 它那个停杆在上面 往这一支 这是在哪 这 对 这中冷 对 这个是带增压的 机械增压 机械增压 对 你看机舱 塞的满满当当的 660毫升 分四个钢 还带机械增压 我的天哪 对 其实刚才咱们看那台本田 是660毫升 但是三个 这个比那个要更复杂一些 大家想一下 660毫升 分四个钢 每个钢就是 175毫升 175毫升 那小可乐 你见过没有 最小最小的那种 就那么小一个钢 我天哪 这车活塞要拆出来 就这么一点 对 可能就一点点 比摸摸摸还小 除了这个发动机之外 然后这个车 还是四驱的 四驱的 对 你可以过来看这边 对 你看 你从内饰可以看 你看它的仪表 原厂仪表 STI STI 然后上面写的 4WD 然后四驱的 这都是原装的 原装的 有点意思 这是我目前见过 表底最高的车 超过S2000了 S2000从8000多开始 这从9000才红线 对 但是这个车 当年 其实在九几年 就被限转 当然它进国内的时候 限到了7000转 目前还没有解 一会儿你开的时候 给感受一下 就它的发力区间 从4000转往上 然后才开始有那个劲 然后激增的感觉 它明显 我们的广东JDM 专题北京要补了一级 这个车 我觉得真的是 JDM键盘支拉满 K卡 然后激烈增压 加四驱 加首档 是啊 还有复古造型 对 有点意思 今儿没白来 这内饰 其实也改了好东西 来咱看看 对 你看看这内饰 咱坐在车里边看 这车宽度只有1395 应该是我们有史以来拍过的最窄的车 对 现在为了不挡镜头 我一半屁股坐车外了已经 就是当时你看它这车空间巨小 你看这仪表台多薄 对 特别窄 你的腿其实跟仪表台没有关系 它收到最前面 这把空间都让出来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还可以 所以说我基本上就只做了一个翻新 然后把这些覆盖件 而天亮能买新的就买新的 而且这个车的 你看它内饰设计和外观所有的形面 就典型的90年代那波流线风 对 就80年代的 你看云雀也好 老奥拓也好 你一表台都风的 90年代我就为了时髦 为了跟它不一样 我全都是圆的 出风口都是圆的 一表台也是圆的 各种圆 对 我看你也做了一些改动是吧 先换了个方盘 因为我看了一下原车的方盘 它里边也是没有气囊的 所以我就干脆 就是换一个副方盘 看着比较大一点 然后主要的改动在于 这一块换了一个车机 这看着好high five 对 特别还带一个小的背光 还有氛围灯的这车 对 这是后夹的 当时改进内饰的时候 我是想做一个老车的 智能化内饰 但是当时想了一下 比如说在这 咱们换一个那种 安卓的大屏 就显得山寨了 对 所以我当时想了一个解决办法 你看一下 我选了一个 我觉得比较合适的 这种可以折叠的手机 就OPPO的Find N2 你看 它直接往这一插 你看这就变成了一个导航车机了 然后一打开之后 它里边原厂带一个驾驶模式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跟 这不是carplay吗 对 而且说白了 它自带这种骁龙的芯片 就是它会很流畅 比你后买的大屏要好很多 老车玩家以后可以这么干 这个功能其实很普通 是个手机基本上都行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改装吗 其他的 还有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功能 比如这种老车 咱们都得要热车 对吧 但是在车里热 就感觉有点冬天有点冷 然后我加了一个可以远程启动 通过这个手机 打开之后 直接给它发送一个启动指令 你看现在我们的手脚都没有动 然后你等大概一到两秒 哇塞 95年的老车实现远程启动 这是怎么实现 在车上得装一个模块吧 对 其实这种东西咱们自己都能改 就是给它加一个远程启动模块 加到咱们这个钥匙门这儿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咱不是改了分围灯吗 然后其实通过咱们这个手机APP 可以直接控制整个车内分围灯 那个颜色 对 还可以随着这个音乐进行律动 这样的话 手机哪里来 车里就是一个很干净 很复古的一个内饰 就我手机它是单独的东西 对 就你哪怕这么放着也很和谐 就没有人改进去那种感觉 对 就像于你买一个屏幕 我也得几钱 你买个手机也几钱 对 我觉得这个方案改完之后 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然后一会儿你可以开起来体验一下 它的这个手用档 加上激增加四驱的一个驾驶乐趣 我还挺期待的 一米三级的宽度 900公斤的车 四驱加激增 开起来到底什么感觉 又来试试 咱来开一圈这个小公主感受一下 这可是STI版本 走 低扭还挺好 离合器也挺清晰的 起步非常容易 这声浪太像小面了 但是转速爬升之后 我就比小面要凶 还是有点加速的 太刺激了 这车只有一米三级的宽度 然后玻璃巨大无比 特别通透 我坐里边跟坐外边似的 当你跑快了 集中精力 你就忘了有这辆车了 自己跟在外面跑一样 这车0.66升 应该有64马力 也相当于升功率接近100匹了 还是挺厉害的 走 咱拉高转试试 这车转速的红线居然是9000以上 我的天呐 6、5千 不行不行 身太大了 我不太敢拉 我怕给人机子拉爆了 这车的刹车前半段空的 就跟小时候那小面似的 但是其实你真踩下去 后半段还挺灵的 还挺性能的 据说当年日本有好多私人车队 就拿这车跑拉力 其实有几个原因 首先它是四驱 它是四巴鲁 还有一大原因是它悬架 这车你别看这么小 一K卡全独立悬架 所以它非常大的改装余地 底盘有改装拉力的潜力 这就是一顿操作猛虎 低头一看65还特刺激 JDM的一个精髓就在这了 特别爽 但是不是很快 这就是今天和宗泽远一起 跟大家分享的 他收藏的 并且改装的这辆 四巴鲁小公主的小酒馆版 和他这所有东西一样 非常的有趣 这回咱们拍的是一个小车 然后下回可以拍一下 那台大的 就是一台手机价钱 买的帕杰罗VG3 已经快翻新完了 帕杰罗我们节目里 目前还没出现过 看看他能给帕杰罗注入点 什么先进的东西 辅助驾驶有没有 安排 给我来点 再来点高科技的 坦克掉头辅助驾驶 看能不能搞上去 好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开发机车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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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